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总以为路还有很长 时间还有很多 可尚在懵懵懂懂之际 生命就只剩下半程 有些事情错过了 就再也没有机会去弥补 有些人离开了 可能就再也没有交集 有些情遗失了 就再也无法挽回 今天易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如上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易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以你们而精彩 孔子曾经说过 三时而立 四时而不惑 一个人到了中年 就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和担当 而有一个健康的人际交往关系 是经营好中年生活的重点 因为朋友的价值 往往决定了你的价值 鬼姑子认为 结交朋友的方法有四种 或结以道德 或结以党友 或结以财货 或结以彩色 人过三时 我们一定要以自习审查自己的人际关系 记住这三种人可以深交 这三种人要尽量远离 深交三种人 一 厚道可靠的人要深交 人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人 大多数人都只是你人生的旁观者 笑看你起落沉浮 奔波劳碌 只有一少部分人能够成为你生活的参与者 他们与你分担风雨 共享霓虹 风光不离 低谷不弃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写 万两黄金容易得 知心一个也难求 知己难交 但难交才好 因为一旦结交了 就是一辈子 鬼姑子说 言中行仪 秉至无私 师不求返 情中而察 冒着而安折 可深交 如果一个人谈吐踏实 行为稳重 内心忠厚而明察 其貌不扬 却宅心人厚的人 是值得深交的 和小心眼 爱计较的人敞开心扉 得到的只会是敷衍 只有踏实厚道的人 才能让我们放心地打开心门 二 以礼待人的人 要深交 鬼姑子说 富贵公俭而能威武 有礼而不交 约有德者 可深交 如果一个人富贵之后 还能恪守威严 彬彬有礼 而不骄傲自大 这样的人 是最懂美德 最有福报 应该深交 以礼待人的人 他们不计较于身份和地位 而是懂得 用欣赏的眼光看待朋友 这种人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 同时承认自己的不足 正因为如此 以礼待人的人 更容易受到别人的尊重 也更容易突破自我 成为更加优秀的人 父亲和吴叔 刘叔 是多年的至交好友 三人还是小伙子时 就一起进了化工厂 相识的四十载礼 没少互相帮衬 后来退休了 几个人也常常约着去郊区钓鱼 逢年过节 家里总能收到五婶做的腊肉 香肠和刘叔自己打理的盆栽 有时母亲做好了菜 父亲总会拿出自己珍藏的好酒 一个电话 就喊来了两个老伙计 三人就着小酒 追忆往事 画夹子一打开 就忘了时间 我总是嘴上调侃他们是老顽童 却打心底里 觉得羡慕这些老伙计们的友情 积极向上的人要神交 贵姑子说 事变而能致孝 穷而能达 错身立功而能遂者 可身交 如果一个人就算遇到了挫折 也能冷静处理 身处逆境也能逆流而上 就算是阻碍重重 也能建立功勋 这样的人是智慧的 值得身交 真正的朋友需要互相鼓励 相互支持 共同追求生活的激情 如果我们的朋友是个沉浸在负能量中 恍恍不可终日的人 我们自然也会受到影响 变得低落消沉 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生活 但是能选择自己的朋友 古人言 尽朱者赤 尽末者黑 跟着强者学会拼搏 跟着善人 我们也能学会温和待人 跟着牢骚满腹的人 只能学到哀声叹气 绝交三种人 言行不一的人最好绝交 鬼姑子说 言行不类 始终相悖 内外不和 而立假节已敢识听者 必须绝交 如果一个人言行不一 做事虎头蛇尾 为人心口不一 经常用假的誓言和报复 欺骗他人 这种人最好绝交 孔子认为 君子必备的美德之一就是 先行其言 而后从之 真正的君子都是说到做到 会为自己的言行负担责任的人 孔子也是这样要求自己 教导弟子 只会夸夸其谈 却没有落到实处 只会教育他人 却不审视自己的言行 这样的义友是有名无实的 还是绝交为好 正如孔子所说的 巧言令色 贤以人 这样的人可不是什么良善之辈 一个表里如一的人 内心没有了虚荣和吹嘘 自然也就少了几分算计 言行不一的人 则是城府颇深 不适合身交 唯利是图的人 最好绝交 鬼谷子说 若饮食已侵 祸会已交 损利已合 得其权而隐于物者 必须绝交 如果一个朋友 只能靠酒肉维系 只能靠行贿 和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达成共识 一旦自己得了名利 就隐藏感情 这样的人贪婪而卑鄙 最好绝交 唯利是图的人并不少见 在他们的心理眼里 最重要的 就是自己和利益 所谓的朋友 也只是他们牟利的工具罢了 这种人根本不值得深交 他靠近你 只不过把你当作一个 可以利用的工具 贪小便宜的人 最好绝交 鬼谷子曾说 小知而不大姐 小能而不大成 归小物 而不知大伦者 必须绝交 如果一个人 只是耍耍小聪明 而没有大学问 只是玩弄小本事 却担当不起大事 只看重迎头小利 而不顾道德人伦 这种人最好绝交 这种人就是一只 堂锡公鸡 不仅自己一毛不拔 还总想着 占一点朋友的小便宜 自己破天荒地 付出了一点点 又开始计较回报 这种人是绝对 学不会真心相待的 他们只知道 追逐自己的利益 没有眼界 也没有格局 他们的眼前 只有那一点点小便宜 理解不了 真心朋友之间的 山高水长 在他们眼中 别人为他们付出多少 都是应该的 而他们的一毛不拔 也是本分的 曾经有一位研究 明清小说的 教授朋友告诉我 想要真正地 认识一个人 首先就要看他 有什么样的朋友 如果一个人的朋友 都是像西门庆的 十个结义兄弟那样 忘恩负义 树到胡孙散的小人 那么此人 也就和恶棍西门庆 是一路人了 如果人生如四季 那么中年 就是充满收获 和思考的秋天 此时的我们 需要结交更加智慧 也更加从容的智者 这就要求我们 慧眼石珠 找到自己真正的知己 这样才能过好一个 清如水 明如静的人生的金秋 你可以相识满天下 但知己 往往不过两三人 但得着两三知己 便足以为封尘 于滔滔岁月中 且歌且行 且珍惜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在YouTube 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